纵贯古今很热东西 大家好 欢迎收看热情热宗 我是林一如 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中南美洲的古文明 总是有相当强烈的神秘色彩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来自秘鲁的木乃伊 台北三军总医院 在过年前来了两位神秘访客 他们就是来自秘鲁的京教木乃伊 来台湾展览的第一个行程 就是到医院做断层扫描 重现这两个木乃伊生前的面貌 之所以被称为京教木乃伊 是因为其中一个竟然是被断手断脚 另外一个则是张开大嘴 一脸惊恐的样子 他们生前到底是受到 什么样的惊吓还有折磨呢 另外一个大秘密 就是藏在他们的皮肤里 因为涂在他们身上的防腐树脂 在南美洲并不存在 在交通工具非常不发达的时代 这个木乃伊的身上 这些防腐的涂料 到底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也是一个很大的谜团 节目一开始 我们就先带大家来看看 来自中南美洲的神秘木乃伊 把那个脸部表情给绷紧 看起来就比较真理 在他皮肤上隐藏到改变 人类文明历史的秘密 这些人都是被决定的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残忍的意思 流传数千年的木乃伊之谜 至今依然无人能解 不过不只是埃及 科学家也发现在地球的另一端 南美印加文明出土的木乃伊 一样隐含千古谜团 虽然没有绷带缠绕 内脏也没有取出 但这具西元1200年的 全驱木乃伊 惊悚表情震折全世界 尖叫的骇人瞬间保存了800年 生前仿佛遭受极大痛苦 死于悲悯 是遭人杀害还是诅咒 或是遭受惨无人道的酷刑 打开尘封的传说 考古学家就此揭秘 沿着中南美洲海岸县 解析金教木乃伊绅士之谜 他被发现于秘鲁首都 利马附近的雷马刻骨 挖掘出来时 并没有包裹任何衣物 大约是20到30岁的男性 虽然至今身份不明 但推测可能来自于 印加文明前身默切文化 尖叫木乃伊 最有名的一副 是个小孩的尖叫 还跟八脸尖叫 基本上你要认为尖叫木乃伊 是什么 是人死了之后 脸部的肌肉先僵硬 脸部僵硬之后 下巴脱掉 脱掉之后 看起来像尖叫 这是一般科学上 确定的讲法 根据科学解释 在南美洲的高山或海边 受到冷空气和干燥 沙漠气候影响 多半的木乃伊 都是自然风干 肌肉组织快速脱水 下巴脱落 自然而然 就会出现 猙獰的惊叫面貌 大概七千年以来 就在秘鲁这边一直有这个情形 所以他们的处理方式 并不需要做太多的人为加工处理 包括防腐的 然后内脏的解剖 其实他们不太需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也在这里 可以看到很多的 包括像纺织品 甚至叶子 这种非常容易腐烂的东西 在这个环境之下 是少数可以保存下来的 有别于埃及木乃伊 取出内脏层层包裹 贵族独有 在中南美洲拜气候之次 木乃伊是一种普世文化 成为秘鲁国宝 当年德国总理梅克尔夫人 把金教木乃伊归还秘鲁 获得宝贝 总统龙兴大悦 打破禁忌 破例让他登上总统专辑 有的人是说他受过诅咒 有的人是说他有灵魂的 不管他受过诅咒 或是有灵魂的 基本上 不是说不能上 可以知道就是 不要上总统专辑 怕给你带来厄运 即使有着被诅咒的魔咒 但这剧木乃伊相当与众不同 仔细观察 在他的皮肤表面 隐藏密码 闪着一层光亮的保护膜 这就是人为加工的防腐树枝 和秘鲁自然风干的木乃伊 有着180度的巨大差异 科学家对于这层涂料相当惊讶 本来猜测是后人 为了方便保存涂抹上去 但英国波顿博物馆采集样本 利用放射性碳14进行研究 发现它的确是来自远古的防腐剂 一个足以改变世界历史的天大秘密 它的数字是新极内亚独产独有的数字 不要忘记它是大概古记 是西元1200年 比如说到现在800年到1000年之间 那个时候人类没有能力 横渡大太平洋的 新极内亚到秘鲁 是中间隔个太平洋 为什么新极内亚数字 能够到这个这边来 这是一个大秘 这层远古防腐剂 来自于距离秘鲁 1500公里外的新极内亚 当时的印加文明 得横跨整个太平洋 从南美来到大洋洲 取得这种南洋山 但历史记载 1512年 麦哲伦是首位横渡太平洋的航海家 但这具木乃伊 却早在1200年就已经存在 足足往前推进300年之久 世界航海史 贸易史 很可能就此改写 有一些资料也显示说 他们使用了很多 来自于亚马逊河的 就是森林那边的自然 包括矿物 包括植物 包括一些动物 那据说也曾经有人认为说 有些树子是新极内亚 但是毕竟这个是 比较难以想象的情形 就是说古代的树种 跟我们现在可能会中间有很大的差异 同样是热带地方的 它可能也会同样出现在热带地方 科学家认为远古植物分布范围 和现在不一定相同 直接推论太过武断 但第三个谜团是这尊木乃伊 身体蜷缩 被皮身捆绑 仿佛受虐奴隶 但人工防腐 却又是尊贵象征 令人百思不解 我认为这尊贵的状态 就是孩子的状态 在牙齿上的状态 因为他们在牙齿上的状态 或在地上的状态 就像在牙齿上的状态 采用当地传统驱脂脏并不稀奇 不过脸部的树枝磨损 有曝晒痕迹 前排牙齿也不见了 显示身体被覆盖时 脸部仍有一段时间曝露在外 表示远古秘鲁文化 相信死后仍有灵魂存在 波德美术馆的那一部研究员 他的说法讲说 或许在当地有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伤障习惯 所以他们在家人过世以后 不认为家人已经离开家里了 所以在重大的喜庆场合 动作仪式的时候 他会把家人的木乃衣或尸体 拿出来一起来参加这个仪式 或许是为这个目的而制作的 金教木乃衣透过X光扫描 发现他有着远古的皮肤病 但性病感染是主要死因 有科学家认为 金教木乃伊可能因为通奸 被萨满教巫师 施行不正当巫术 临时致死 当地传统巫术恐怖又带有神秘色彩 但若想跟神明沟通 当地特产巧克力可可 竟是祭司的主要媒介 为了取得跟神更精的方式 他们甚至还放血 他们拿刀把自己的那个知道吧 把自己的那个大腿或手臂割开来这样子的 然后拿碗把接着一碗一碗 自己留下来的血 这个血除了奉献给神之外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干嘛知道吗 是因为你一旦放血之后 因为各个伤口很大 血一直有一波波波一直流以后 你就会滴血压 滴血压以后开始进入暈眩状态 一暈眩之后才像喝可可 喝可解的那个知道吧 那个药效 所以很快的你想看什么神都看得到 神秘宗教信仰不成桩 秘乳木乃衣多半是自然风干 但这一具木乃衣却是层层包裹 被封带缠绕 上面的布料在当时来说相当精致华美 应是地位显赫的皇宫贵族 要解开布料包裹下的秘密 台湾三军总医院 特地采用X光3D断层扫描 一探究竟 会同骨科 牙科 泌尿科 综合研判 这一具木乃衣是一名八岁小女孩 恐怖的是她不但骨头全身碎裂 就连胸腔骨也是交错错距 惨破不堪 看得出来生前她受到极大的 人为重疾但伤害 如果说我们整个乘切扫抢 用立体来画 发现它是属于这样的跪着 就是膝盖稍微在前面 但是腿在后面是盘着 然后身体是往前扑握 这个当然可能是一个人为百则的姿势 可是这个姿势有点像人在母体里面 那种坐姿是蛮类似的 让我们发现这一具木乃衣 她本身的骨骼这么的年轻 可是她的脊椎没有一个是完整的 完全被脱离 所以等于是 怎么讲 就是你把那一节一节完全是拆开来 给它散成一堆 然后骨盆也被扭曲外翻 短时间内 小女孩全身被外力瞬间扭曲 她的头盖骨更是被活生生 穿凿了四个大洞 因为她脊椎骨跟骨头全都破碎 那我觉得最神奇的 第一个就是 她们是有什么 她的头啊 上面现在还有一个钉子 她头从今被敲破 就穿破 她觉得为什么可以活 外力穿脑却神奇存活 就连专家也觉得不可思议 看得出来脑盖前方的三个洞 有愈合的痕迹 这个才八岁的孩子 至少历经了半年的虐待 或是某种仪式的摧残 最后的致命一级 则是脑后方的穿凿大洞 指导神经中枢 就是在后脑勺上面 也就是我们的后整部地方 它是有一个非常远的 非常锐利的 一个非常好像是死前穿过的洞 是直接有穿洞 那个整个非常的清楚 那这种穿入术 在当时的话 可能是一种治疗 或者是一种祭拜天神的 那以这一句木耳医疗化 我认为它不像是在治病 我想最主要是跟祭拜 他们的遗失也有关系 特有的穿卢树 其实来自秘鲁古老的活人献祭 放血 穿脑 强力破坏人骨 或是直接重击天灵盖 种种残忍手法 在当时却被认为是荣誉象征 这些人都是被选定的 我们称为神选之人 就是神指定的那一个人 那这个人他基本上后来 他在成长过程当中 就一再被好好的养护和长大 像这些小孩子的话 他们从小一出生就被指定了 指定以后的话 吃得好 穿得好 然后甚至被贵族收养 他们未必是贵族的小孩 可是一旦被指定以后 被认为神的子民 所以他们会被祭司 祭司就是贵族 被贵族所收养 所以他们将是一分子 从小就被伺候得好好的 你不用工作 不用夏天 不用念书 考试没有第一名 不会被打这样子的 那等到你长到一定的名领之后 时间到了以后 这个祭司就会带你到那个定点去 神选之人 大多是少男少女 因为他们代表纯洁 才能担当和神明沟通的重责大任 他们认为说 这个我们必须派人跟神明做报告 或是派一个人去跟神明做沟通之用 所以当他们的水 就是水井没有水的时候 他们会派个老太太到水井里面去 那如果说他们在马路上面 在路边发生什么不吉强 或是说不吉利的事情的时候 他派个年轻人 然后到这个十字路口的下面 买到下面去 活人献祭的古老仪式 从这个八岁的木乃伊 也能一窥深层密心 经过断层扫描发现 他的眼睛放置了两个铜壁 让他透过灵魂之窗直达天庭 脚上的大贝壳就是一双鞋子 让他能走更远的路 即使疑点重重 这一句句出土的珍贵遗体 仍带领大家穿越时空 更接近真实 一窥远古密心 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 《雅果出任务》描述1980年 钟情局利用好莱坞 一个完全不存在的科幻片剧本 《雅果》 谎称要到伊朗取景 让当地被挟持的美国人质 能够冒充剧组员 成功地逃出伊朗 剧中连伊朗人都自嘲说 西方对中东 其实有很多不切实际的科幻想象 事实上 待会儿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 伊拉克的乌尔 在西方世界眼中 也藏有这样的兴器秘密 休息一下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 这个神秘的乌尔城 还有当地出土的神秘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 这个神秘的乌尔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